上個星期我們要把上個禮拜的我們關於奧利斯蒂馬的七步法最後的幾個階段我們把它說完 說完了以後我們今天有幾個討論 這個Ingressive這個詞就是Ingressive在英文裡面我們就叫做上神或神皇上奏進步的意思 或者說我們在這個禮拜我們就要拿到歷史面前 Ingressive我們就說它是一個發展或者進步 那我們怎麼樣去進步呢?我們如何去進步呢? 說是使人的追求能夠發生一點作用能夠超越自己 各位同學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每天的工作都能夠表現出最好的模式 所以我想大概沒有人會期望說自己的工作表現不好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工作能夠表現非常好 然後讀書讀得很好 然後每一個人讓自己生活都非常的愉快 所以我們要達到這Ingressive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又回到我們前面要講的就是蘇格拉里說 你要認識你自己 你要認識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不認識你自己 你怎麼知道你要去怎麼發展呢? 如果你不認識你自己 你怎麼知道你需要什麼呢? 那如果你不知道不認識你自己 你怎麼知道你的缺點? 所以我們下面看Froid也說了這個東西 那Froid提出這樣的一個概念 剛剛這個我在人選裡面提到 他提出一個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人對我們自己理解的部分其實是非常非常少的部分 我們對於即使對我們能夠意識到的問題 我們能夠認識到的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各位同學 我不是問過你們同學 說在座各位同學 你們對你們的聲音熟悉嗎? 你們在座同學 你們熟悉你們的聲音嗎? 你從不熟悉你的聲音 你聽那個呼音帶 對著麥克風講話 然後你說你的聲音 我已經聽了我的聲音六十幾年了 我到現在還不太熟悉 我覺得怪怪的這個聲音是我的嗎? 我覺得我的聲音跟別人更好聽啊 怎麼會這樣呢? 對不對 我們常常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說 你在你自我意識裡面 你意識到的東西 看下一個頭髮 下一個頭髮 就這個 Conscious裡面 讓我們對我們Conscious 我們意識到的部分 你看 在冰山上有這些東西 我們看到 可是呢 這裡面還有一樣東西叫做Preconscious in意識前的東西 在意識前的東西 所以有些東西我們是可以意識得到 但是有些東西我們還來不及意識到 我們還來不及意識到 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還有那麼多東西 我們根本就不能意識到我們自己 所以蘇格拉里說這句話 要了解你自己啊 講得很容易啊 我看蘇格拉里也不太了解他自己 如果他了解他自己 他最好他亂講話 結果結果就是明明 對不對 他已經接受了他的命運 我們在地上撐住他不得了 我們說他多麼了不起 多麼了不起 可是我們請問 蘇格拉里是不是真的了解他自己 我們問這樣的問題啊 如果他真的了解他自己 他會不會講這些話 所以我們又說看這個Conscious裡面啊 提到的問題 好了 所以因此 當我們說我們要ingressure的時候 我們要發展 要進步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能夠改善我們自己 讓我們能夠做得更好呢 那再度各位同學 我們都理解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跟缺點 可是我要跟各位同學講 優點跟缺點 有的時候是在相對條件下說的 有的時候是在絕對條件下說的 相對條件舉個例子來講 我有這個優點 可是如果今天我進了一個公司 他不喜歡我這個優點 我這個優點就變成缺點 對不對 可是我正好有一個缺點 大家都認我這個是缺點 可是正好有一個公司用我的時候 他就喜歡我這一點 所以我這個缺點變成優點了 所以這個在相對條件下面來講 但如果再絕對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喜歡什麼 這個和蔼可欣的人 對不對 我們喜歡和蔼可欣 覺得哎呀一個人很和善啦 一個人很慈祥啦 這個都是叫做general character 我們叫做一般性的性格 或者普遍的性格 這樣的性格大家都喜歡啦 所以喜歡那個暴躁的人啊 脾氣不好的人啊 可是有的時候 你脾氣急躁的人啊 反而有時候對事情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是在相對條件上說的 對不對 這個有的人脾氣很緩慢 比如這個反應或發怒 然後脾氣呢非常溫和 可是等到緊急事件的時候啊 這個人就沒作用了 他沒辦法做事情嘛 他沒辦法做事啊 那要做一件很著急很快的 馬上要完成的事情 對一個個性非常溫和的 非常緩慢的人來講 他變成缺點了 所以因此我們說 我們在ingressio裡面的時候 當我們提出這個 這個奥斯汀提出這個ingressio的時候 他就比蘇格拉底更深一層看到了這樣問題 因為蘇格拉底說 你認識你要認識你自己 可是我請問 你能夠認識你自己多少 你看到沒有 所以佛羅伊德他們提出這個問題 你那個unconscious的東西 你麻煩得要命 你連意識都意識不到 那請問 你怎麼去認識你自己 你怎麼可能認識 而這些東西很可能是什麼 存在你的記憶中 memory 對不對 存在你的記憶裡面 還有各位的東西可以看 你看這麼大一塊的東西 是unconscious 是unconscious的東西 然後在這個水平面 以下的東西 memory 我們沒意思 sunconscious 潛意識的東西 潛意識的東西要有觸媒 要有觸發 它這個潛意識才會上來 不然的話你的潛意識是別方上來 就我們說上 上火米炸上MARINE 是甚麼 潛水平 那潛水平要怎麼浮上來呢 要把水排掉 對不對 要把水排出來 把水排出來 它這個就會浮上來 你灌著水它就 壓力很大了 它就種下來 就撐下去了 對不對 要把水排出來 所以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要讓我們的潛意識能夠浮上我們的腦海絲 成為我們的記憶 成為我們的意識 那你要怎麼做呢 那你顯然 就要有一個環境 能夠讓你的潛意識出來 不然的話你就很困難 所以因此我們在這個環境 你看這裡面 它有一些 set memory repressed memory 對不對 我們有一些這樣的記憶力 有一些是我們 是自我的那種記憶力 我們沒有的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能不能記得你們過去的每一顆喜劇 你們大概有些同學能夠記得 你們大概有些同學能夠記得 在過去生命關鍵 我們叫做key point 關鍵時刻一些記憶 可是有些關鍵時刻的記憶啊 中事件啊 可能是對自己是愉快的 所以你是刻意忽略的 可是它還是存在 所以你沒有把它放在conscious裡面 你沒有把它放在conscious裡面 所以你把它放在conscious裡面 你能不能按conscious不可能 你一定會有記憶 你一定會有意識到的東西 所以在這種時候 我們就說 你impressure的時候 你怎麼能讓你自己 可以逐漸地發展 逐漸地進入 我們看下一頁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來了 Broyer's Conscious of the Human Psychic Psychic這個字 現在我們不叫它心靈 雅里斯多的那個時候叫什麼 靈魂 人類靈魂 人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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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yer就是人類理性的這個概念 這個是他當初提到的東西 所以你看 他把這個做了更多了 這個部分叫conscious 這個叫做preconscious 這邊叫unconscious 然後這邊是unconscious unconscious unconscious就是 你不能碰不到的東西 可是在你生命中 這個整個是experience 你生命中的經驗 所以現在問題是 各位同學 如果你要讓你生命中 越來越有發展 越來越進步 所以你可能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整理你的conscious 先把那些已知的東西 先整理好 哪些是對你 就是你要把它分類 分類以後 你知道這些分類以後的 你的conscious的行為 behavior 能力 可以在哪些場合去發展 這個才是對你自己會是有效的 然後第二個呢 想辦法 讓這個preconscious 跟unconscious 都想 或者sunconscious 都心 整理出來 你用此回憶 在過去的歲月裡面 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在一個緊急的狀況裡面 你突然某種能力就跑 連你自己都很驚訝 有沒有過這種經驗 有沒有 大概都有吧 有沒有 有點模糊 在過去歲月裡面 有沒有過一種情況 就是 你想都沒有想過的 你有一種能力就會跑出來 對不對 這個時候請問 你怎麼會跑出來 那個東西是unconscious的東西 你平常根本不覺得它存在 可是它在你身體裡面 是如影隨形 如影隨形 所以 所以在這樣的話我們就問 我們要先整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第一部分要先整理conscious conscious 是你多意識到你的動作 你都比愉快 你生命中的成功的經驗 那你在人生中 你覺得你在哪裡可以發展的 unconscious 各位請記住 conscious不是ideal 不是future 它說是從記憶裡面得來的 所以你先開始回憶你的記憶裡面 阿魯瓦的摩拉圖學說的 我們所有的 對人類的知識 對現在的知識 都從唯一種得來 假如我們要這樣做的話 我們會 但這樣的一個體育 是不是確實 所以我們的能力是 我們現在有的能力 但我們未來期望能力 那是外面要發展的 可是呢 你如果過去一點技術都沒有 你未來能不能發展這個能力 所以這次就是 imbratio裡面就提出這樣的問題 那種發進階進步 就提出這樣的問題 說 我曾經意識過的 我意識到的 或者我在unconscious裡面的 或者是subconscious裡面的東西 後來我發展成為一個imbratio 或者說 我根本連這些都沒有 我就成為一個imbratio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在Floy的體育之外 這個三樣東西 SuperEagle、Eagle跟ID I-D是本我 Eagle是自我 SuperEagle是超我 那我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來 我的本我是神 我的本我是神 我的本我是自我 那我現在的自我就是 我可以意識到 我能把這個Eagle 往上浮上去到conscious 我能把它浮上去 那我的SuperEagle是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 對不對 超我啊 對不對 我的理想 我希望 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啊 當然有人比較 humble 有人比較謙虛 哎呀 我將來只要做這個 就有一個 有一個同學跟我講到 其實我沒有什麼 我為他的思想 或者要做一個賢其良母就可以了 說你拜託 這次數不一口 賢其良母那麼容易啊 用賢其那是可以的 賢其良母不容易的 這次數不一口啊 一定超我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時候 嫌棄的意思就是 非常顯熟啊 你沒有怨言喔 哪一個今天做人家太太 都沒有怨言 包括我們家哪一個 他也對我有怨言 比如說有時候 我有應酬 那我反應我回來 那他說你怎麼能 當然他是關心我啦 所以你怎麼可以 你就不要有應酬 那他現在也接受了 接受了就是說 你還能笑到日上 你不能學校 你不能付遊戲 對我最近 就是我大概在卸任之前 我要開山東學校的建築物 那我現在不是想 就叫學校不要付錢 不叫你要付錢 所以現在大概好像慢慢 都會成功啊 所以我們前面那種大樓 就是左上方要開 機車停車上 才用捷運要開始嘛 所以現在看起來 大概捷運明年是 你大概有可能 怎麼撤的 對啊 現在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不是捷運那個 有一個裝飾藝術 是我們校藝術學院去做的 藝術院院長去做的 花了兩百萬 他們捷運的兩百萬 坐著 所以三個人去開幕 開幕之後 我們台北先付錢人來 監獄局長來 台北新莊市長來 台北新莊市長來 那我們就問他說 明年九月份 盧州縣 會通車 那我們可不可以 先通車到新莊 因為從三重啊 到新莊只有三站 到四站 到佛大就是四站 三重菜料 然後就新莊 然後佛大 中間還有一站 不知道 那個菜料在那邊一站 就是中心橋附近 有一站 四站 那四站如果說 你盧州縣可以站走 你把激電系統 拉到佛大來 就是四站 就那種新武縣 那個那個 板橋新武站有沒有 一樣 他當初也是縣通車 我說可不可以這樣做 那以前他們都告訴我說不行 就說沒有辦法 結果這上禮拜 我去跟監獄局長講 是時候說 我來想想辦法 這表示說 有很多空間了嘛 然後我說 這只有技術嘛 我說想當年新埔 站著風車時候 你激電系統 不是想說低嗎 對不對 你這個回東站 你要等他那個激電系統 車長搞好 三年到四年了 那我們一定有一個等級 那我就跟他說 可不可以明年 慶祝中華民有100年嘛 把新專線搞好 所以我們新專線 市民會新的方面 然後我說 這可以為福他省多少錢 這條路上 可以省多少時間 為什麼 因為捷運 是可以算時間的 公車是沒辦法算時間的 對不對 你坐公車 你只能跟他講 大約多少會 你不知道 你坐到中間紅綠燈 跟交通狀況啊 捷運的話 除非有車禍 對不對 除非有意外 不然不會有事 就很正常嘛 所以你算一下 比如說從我家 我家那邊站叫古亭站 古亭站 古亭站到學校大概四十分鐘 那我這一上站 我就睡覺 睡到新莊嘛 那就起來嘛 那就在校門口嘛 那就走進來嘛 這不是很方便嗎 所以後來我就講 後來他們 這個台語現代也講這個話 新郎世代也講這個話 大家都講了以後 他說我們回去要克服這個技術上的困難 我說大概不用克服太多 你只要把電腦先拉過來 加上一個轉折器 轉折器大概是一千多萬嘛 那做一個轉折器嘛 轉折器就是 本來那個是往盧州走嘛 它就有一般這是往新莊走嘛 這個叫轉折器嘛 轉折器 反正你 我說你這個早晚也要裝的 所以那個錢不算數嘛 因為早晚等到新莊線全線通車的時候 你那個轉折器還是要裝嘛 不然的話你全部跑到盧州去 不行嘛 所以那個錢不算數嘛 那電纜線本來就要裝嘛 只是將來你電纜線在新莊 裝一個開關嘛 對不對 然後將來到回龍的時候 再裝一個開關嘛 因為我聽說這個回龍線 將來延長到桃園嘛 因為朱立倫主張嘛 朱立倫主張嘛 那從這裡到桃園的話 才三公里四公里嘛 所以很容易啊 就要穿山洞就是了 所以因此在這種狀況 我們就開始contenture style 所以各位 所以我說我要把前面蓋 那為我來講 我抗校子很清楚啊 我的抗校子很清楚 我今天我還有兩年任期 所以我要把學校 所有要做的規劃都做完美 那夏日校呢就可以繼續做 所以我們要蓋三棟房子 蓋上前面的房子 那我們一起跟一個校友講了 他說這樣好不好 這個十二億 你們付四十七 我們付五十三 我說可以 四十七 大概十三億多 四十七那個就要六億 六億呢 我說我租兩億 四億給你貸款 我說那利率 利率二點一或是NO 我說那叫啥 1.5 我就跟校友拗 拗1.5 校友說好吧 我們回去想一想 他說好 1.5 然後我說三十年 四億哈 三十年 本錢的話 一年也不過才 一億多一點 對不對 一億多平均每個月是一千多萬 那很厲害了 那也是很厲害了 四億的貨 如果四億的話三十年多少錢 十年才十億多 那一年才一千多萬嘛 平均一個月一百多萬嘛 對學校來看根本不算什麼 我們說現在還有幾個宿舍在付貸款 每個月都是幾百萬的在付啊 一年都幾千萬在付啊 那這個當然就很便宜啊 而且各位想三十年 新台幣值多少錢 我就不太值錢了 所以我覺得很高興 那現在我們宿舍七 女生數七 我現在全部有一個校友 決於安宜不佑天 她全部付 那我就不用付錢了 那我又沒有替學校審 所以你看 我現在靠學校 知道我有這個能力 我知道可以找校友 哪些校友可以幫忙 那前面後面一月 我們明年準備要動土了 要開工了 開工呢 我們要做 四十九億的 四十九億加十四億 就六十三億 六十三億加上前面七億 就是七十億的工程 我們就要做了 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很大的工程 現在我們還有實習所 我們還要蓋 我們要花兩億 要蓋一個實習所 就是萬一選的實習所 我們要重新把它蓋起來 那在這樣的狀況上 我們就算 但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的時候 我就知道 哎呀我都不會有差 各位 請記錄 這個所謂的conscious能力 包括兩兩 一個是亞里斯多德時候的art 另外一個是 現實跟潛文 就算你知道你有多大的情 你們相信你們可以很多熱談 你相信 你會游泳 你相信你會很多熱談 可以有這個能力 不相信 因為你不相信牛子可以 你會游泳 那就淹死 那你會游泳 你不會 那你淹死 那你會不會 會 你會 你相信你可以有很多熱談 不相信 因為你沒有試過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裏的潛能就沒有出來 對不對 你會不會游泳 你相信你可以有很多熱談 可以 可是為什麼 因為你相信有這個潛能 只要去practice 就可以了 練習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學校 就是準備要當作 就是說 我就說怎麼樣發展同學的潛能 那我就問了我們體育室 我們能不能讓我們的同學們在四年之內 大學四年做一件事 他終身引以為傲的事情 就是可以夸耀的事情 可以跟他的尺寸 講 哎呀想當年你爺爺啊 你奶奶啊 都幹了這種事啊 各位同學 你們早晚會當家奶奶的 早晚會當家爺爺的 當然我更有對你的信心 你們早晚會當家主權的 被人家控在那裡 早晚的 對不對 時間那麼短 所以我說 比如說舉個例子 體育活動 大學四年做一次 恆怒日月潭 或者 這個 Arounder Island 環島 騎腳踏車 或者潘玉山 如果大學四年做一件這樣事情 那你就是覺得 表示你是有能力的啊 所以這個是conscious出來 你的conscious出來 你就這意思 你是有能力 比如說 我初二的時候 民國四十五年 我從新竹騎腳踏車到台邊 來回 那個時候的腳踏車 民國四十四年的腳踏車 跟民國九十八年的腳踏車差很遠啊 我們那個腳踏車重到不行啊 我這樣騎騎騎騎過來 那我就知道我有這個能力 如果要去環島沒有問題 我是可以做到的 那很多瑞蘭呢 因為我已經做過了 因為我已經做過了 所以我也沒有問題 玉山呢 我也登過了 我也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我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在conscious裡面 我已經發現我有這個能力 那我還直接走路 從這個什麼 墾丁啊 墾丁那個青年活動中 有沒有 一直到台灣 這個恆春半島 這樣繞過去 到那個台東 這樣走回來 走一天 就讓他們走回來 我都做過啊 而且我帶著大川青年去走啊 救過他們 就是那個教育部辦的這個大川青年的活動嘛 然後叫我帶隊嘛 那我去當這個隊長啊 我就帶著大家走啊 那我說你們只要一樣東西 就是帶水 肥樂通通不要帶 然後穿一雙很舒服的鞋 千萬不要穿拖鞋 到最後拖鞋是不見的 那走到後來 到特別經過台東啊 那個風吹沙的地方啊 那個風非常大 我已經走了好幾遍了 所以對我來講 我Consious之間 我就把我原來的 preconscious 或者unconscious的東西 或者secconscious的東西 我把它提出來 這個是我們說的 在生命中非常 所以奥斯丁提出 這個ingratio的東西 是非常的重要 好吧 我們回到ingratio 你先不要動 那你看下面有個note 各位同學 Ego is free floating in all three levels 所以這個Ego啊 它是浮動的 自由浮動的 在一個兩個三個裡面 是它跳來跳去 所以剛剛我就跟你講 你這個自我 你可以unconscious 你可以preconscious 你可以conscious 你還可以 succonscious 在那邊飄來飄去 所以你是可以 把你自己發展出來的 那好 現在我們再等等再回去 那我現在要你們自己 彼此找三個人 你們彼此三個人 一主教自己 都有點交情了 像你們兩個交情太好了 那你們再找一個 好